哈囉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們歡迎收看我的英雄學院 最強英雄啦 那我們最近基本上都會來抽一下我們的挖球 那挖球這邊基本上大家跟哲平講說 其實他好像是有進入到普通池裡面喔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在普通的招募池裡面 招募到我們的挖球美羽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因為我們有買薑餅人啦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什麼時候可以把他的碎片抽起來喔 因為我們不是打一般需要增加強度的關卡 比如說我們對抗的超長協力戰或什麼之類的 這邊基本上都是在打我們的競技場嘛 所以假設拿到一隻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我真是把這款遊戲當成格鬥遊戲在玩欸好不好 那今天一樣來抽一下我們45個餅乾 看一下能不能把我們的挖球帶回家 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感覺要抽超多才會有欸 有兩個碎片沒有問題 有沒有辦法讓我抽到一半好不好 還是沒有 有沒有讓我抽到一半 欸 又兩個碎片了 感覺目前已經到一半了 16張囉 好吧 我還是必須要繼續努力 連綠谷的表情都出現了 結果還是沒有抽滿挖球啦 可惜一點點 講師內容 喔他還有 喔 哇哇哇哇 他後面有其他的 而且到第四輪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挖球帶回家欸 而且他第三輪是有他的專屬的那個 副卡喔 還算不錯欸 而且很多表情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挖水或是 爆豪或是我們的綠谷的話 都可以來湊一下我們的這個東西喔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個雪人大作戰 來看一下這次到底是玩什麼東西 雪人大作戰說明每日只可以參與兩次雪人大作戰玩法喔 主段人數越多獎勵越多 OK 我們來GOGO 然後 喔 這次要去打雪人了是不是 終於是有這種要打人的關卡是嗎 我以為好不好 我以為又是要打什麼那個 看來是 真的是要跟雪人對戰喔 那我們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好角色 喔 喔 喔 87啊 原來是這樣子喔 所以其實 因為我今天才體驗這個模式 所以其實他 他可以打雪人模式然後收集薑餅人欸 啊我在混是不是 我已經錯過了兩天了是不是 哇 尷尬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吧 哈哈哈 雪人王登場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應該也是可以自動起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我們就看他們自己打 這感覺大家好像都還蠻喜歡用老師的這樣子喔 雪人王41等 感覺應該還蠻OK的 他其實很笨重欸 他整體看起來那個就是 那個動作很笨重 所以應該還算是蠻OK的 哇 居然是有這個雪人王可以打欸 所以打完這個雪人王可以獲得我們的薑餅人 如果他待會看那個薑餅人一次獲20個或是30個我就哭了喔 因為我寧願花英雄幣去買那個我也沒有發現這個 但我其實這樣超虧欸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不要花英雄幣去買薑餅人 然後來打這個雪人比較實在 不過一天好像也只能打個兩次啦 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能夠拿幾個薑餅人碎片 而且這個41等的這個薑餅人王我們好像 好像不會說打得很辛苦欸 因為你看他打我們的傷害其實 我們沒有在損血的你知道嗎 我們沒有在損血 然後這邊是限制我們的兩分鐘吧 兩分多鐘要把我們這個雪人王給K掉 然後我們現在大家的戰力都還算是不錯 薑餅人數量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降雨人數量都是0欸 是不是其實要去旁邊拿什麼薑餅人的東西 我們這邊狂打雪人是不是不太好 還是其實雪人裡面降的全部都是薑餅人 然後我們把他打爆之後我們要開始撿薑餅人這樣 那也太酷炫了吧好不好 那也太酷炫了 我們看一下喔 還差我們的32滴 三個人打感覺也是頗實力欸 因為問題來說好像這裡面戰力最高 18000好像 而且其實18000現在戰力來說的話應該也還算是 蠻高的欸 因為我真的是比較少在練啊 我連那個什麼 技能啊跟副卡那些都沒去配 因為我關注的就只有這個 競技場而已 所以我只是想要趕快把我們的瓦槌拿出來然後拿去打競技場看一下 好不好用之類的 因為他是A級英雄啦 但是其實競技場來說的話就算你是A級英雄還是幾級英雄的話基本上你只要 會用的話應該都還是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成績好不好 目前來說女角真的太少了現在只有八百萬白跟我們立志好不好 現在趕快必須要再充斥一些妹子的元素趕快再多支 挖炊然後我們就可以組 妹子三人組上去打競技場應該還算不錯 就可以把我們新人三人組用掉了 我覺得上米應該真的是越來越沒機會出場了我覺得 我真的是很少會 用上米而且 應該也蠻少人會用上米除非是你剛玩這個遊戲的人才比較多會用上米來打 哇其實 實現外不夠欸現在2625了欸 哇應該是還可以把他打贏啦但是其實我們打LV41的王 算蠻辛苦的喔 啊我們有沒有拿到薑筆人 你不要跟我講說我沒有拿 欸不是啊 啊所以薑筆人要去哪裡拿 哇靠你是隨機掉的喔 不是啊 不是你這是隨機掉的是不是 欸沒拿到薑筆人欸 那我們一天只能打兩次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其實我們可以無限刷 如果可以無限刷的話那我是不是應該要那個 那我先手控一下好了啊 我覺得 是不是要去哪裡拿薑筆人啊 我覺得這怪怪的欸 應該是要去哪裡拿薑筆人吧 只是大家都開自動 來來來來我們去看一下 有沒有薑筆人可以累積 來繞一下這個地圖喔 薑筆人勒 我剛看到大家都沒有拿到薑筆人啊 你把你拿到薑筆人 我們難道要去路上撿薑筆人嗎 不行啊這邊沒得走啊 沒有啊 這有薑筆人啊各位 你們有拿到薑筆人過嗎 還是這個薑筆人是那個 結算的時候才會有 不可能吧 不要把我騙捏 真的有薑筆人嗎 唉唷我天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其實這模式感覺也不太需要去打欸 因為 拿不到薑筆人的話打這個模式好像也沒有其他額外的獎益 我不知道欸 我們只能再打第二次了 我們一天只能拿兩次然後一次沒拿到那 薑筆人真的是很難拿欸 那我覺得還不如直接用招募直接去把瓦吹招出來是不是比較快 而且 搞不好其實我們用薑筆人去抽那個瓦吹的碎片 搞不好其實 我們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搞不好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用那些英雄幣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那個招募把瓦吹用出來 搞不好也是有可能 OMG我的天啊 雖然他是A級英雄啦 但是其實 A級英雄也不是每一個都這麼好抽喔 哇你給點薑筆人吧 我已經在薑筆人身上花了很多 很多英雄幣了 好不好 那好險還沒有像是下一隻限時招募的那種老師出現啦 因為 如果又是限時招募的話 如果這麼快的話我們那個英雄幣根本就 沒辦法存這麼快喔 我們只能慢慢存 因為哲平這邊的話課金也只有課我們就是那個 英雄幣禮包那些的還有就是我們打多少 這是怎麼感覺打比較痛啊 對啊為什麼這次感覺打比較痛 但是能不能給個薑筆人 我們還沒拿到半個薑筆人欸 還是他偵測到我們其實就是 在開自動然後就不給我們薑筆人這樣 這麼小氣的嗎 快快快把他打給打爆 打爆就會爆薑筆人了吧 是吧 沒有啊 哎唷有有有有 好多好可愛 哎唷我死了 15個感覺好像還ok 但是我們是不是只能打兩次啊 今日剩餘次數 還有 所以我們剛剛那等於是一次是不是 要把他給打死掉薑筆人才有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吧 那沒關係啊 這樣刷一刷感覺如果一次都掉15個的話 那兩次的話就有30個欸 又可以再做30 又可以再做30抽欸 其實也還算是蠻ok的 所以這個要每天把握欸 我前兩天都在問啊 我前兩天 我天然都沒打啊 我一直想說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血人的東西喔 沒想到這才是我們瓦崔這個 最關鍵的東西欸 哇利勒我的天 浪費了很多次的機會喔 快呀小聖天不要鬧了 你看其實這邊根本沒在打 你看我48等戰力比別人低很多 因為我都在 我都在玩那個 啊幹嘛啊 怎麼了怎麼了 為什麼 我戰力太低嗎 啊幫一下嘛 是不是幫一下啊 幹嘛這樣 幹嘛這樣 幫一下啊 要互相幫忙嗎 喔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威廉人真好好不好 這樣打完如果確定都有15個的話 那一天可以拿30個 30個再加上我們那邊買的 就可以抽個70抽欸 其實 哇這兩天浪費了 浪費了60個薑餅人 60個薑餅人60抽好不好 尷尬 虧逼虧逼真是虧逼 喔所以我覺得 喔因為我們剛剛是75所以 才打這麼久然後 我們應該要分兩次 啊不是這個是LV47等的欸 哇 你們真的可以嗎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我應該 會成為雷醉欸 但是沒打完不知道可不可以繼續 續命接關了 應該是可以吧 這個血量稍微有點多 不過我們的那個 巨骨是 2萬多點的那個傷害啊 就是戰鬥力應該還算行嘛 這雪人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麼 技巧可以啊 你就放了他自動打就可以了 他沒有一些就是 比較可怕的需要閃避或幹嘛之類的 但是他好像會有那個 會被打你把你打成暈眩的狀態吧 因為像我們剛剛有幾次都有那個 暈眩的狀態 那可能就會 浪費比較多的時間 因為畢竟他是 2分多鐘給你那個就是 我們打這個雪人的機會 還算行欸現在也1分多鐘 我們已經兩個就是這招 這招應該要閃 真的覺得那個綠谷是 真的在手控啊 然後我們兩個那個長按都在 耍巴西啊 都自動啊 綠谷真是辛苦你了 你戰力最高 然後來手控 一功不可沒 我願意 幫你祈求更多的那個 薑餅人 加油啊威廉 我們靠你了欸 我感覺1分多鐘要打掉這50幾條血好像 偏難偏難 欸那雪人 被暫停了喔 一般來說還是要閃一下這些招式應該會比較好啦 這樣的話你基本上就不會浪費太多的那個時間在 硬直的那個階段 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的鴨鴨還算是 抽到還蠻多的勒 而且 我們還有把他那個副卡啊 都抽到他自己 所以 我們的鴨鴨戰力會明顯高比較多 看其他東西我就沒在顧了 哈哈哈 所以我們的戰力 才會那麼低 因為要過的話這個要花蠻多錢的 我真的是沒辦法啊 好險我們這邊是 專門打競技場的錢就不用花那麼多 像我們有一個好朋友啊 登場不入啊 刻刀翻掉啊 那個怎麼打啦 人家第一天就把角色刻到SSS了 真的是 無話可說 但是好險還有那個競技場可以玩 欸我們這邊有點小蛋尬欸 登場感覺會打不贏欸 那戰力不夠啊 二十幾秒啦 會不會打等級越高的這個血人是不是可以拿到更多的薑餅了 威廉退出隊伍了 威廉不爽了 抱歉 威廉抱歉 我錯了 哇 這威廉不爽了 戰力不夠啊 打那個太高了 好不好 打那個太高了 所以他等級其實會做一些挑選的是不是 對他好像 好像可以做一波挑選吧 19755跟我們18922好不好 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剛剛打的是41等 41等拿到的是我們的 倒數小車車不要切 因為那是這麼 這麼那個好不好 這麼低配的 車車 又開了沒 哇 感覺都沒人啊 尷尬一波了欸 感覺這個好像 先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打的是41等 如果41等噴15個 然後 比較高一等的話有噴 更多的話那 那就會比較麻煩 那就代表真的是那個 真的必須要那個 打比較高等才可以噴比較多那個 噴比較多薑餅的這樣 看一下這次打多少 反正47等我們是打不過了 這幾等的雪人 看一下哈 這蠻可愛的喔 來來來來 這幾等的 45好 45應該也可以 然後45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打的是41 如果他們都是掉15個那個薑餅的人的話那就還好 我覺得這45等起碼也要掉個 掉個20個吧 掉個20個應該會比較 比較合情而已 掉個20個東西 然後我們應該 就可以比較開心這樣 OK嗎 OK嗎 我們現在都 就用自動閃過他的許多恭喜喔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被硬直了 剛剛一分多鐘的話我們打到差不多 50幾 現在兩分多鐘就50幾了 因為他剛剛那個血量是75 而且 比較 比較多血 好不好 等級也比較高 高兩等 目前來說看起來應該是 還蠻OK的 我主要來說我比較想要知道就是 到底有沒有 比較多薑餅人 好不好這才是一切的關鍵 薑餅人 才是重點 我們只要一直挖吹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要求也不多 給點挖吹 我們就可以拿去競技場 HAPPY了 有我們現在 我們我們這邊不是被那個 鎖定攻擊的地方 所以應該不太會打到我們 他們另外一邊的話可能就會被那個 硬直了 可是他換回來了 因為綠谷跳到我們這邊來了好不好 感覺好像也是還蠻難的 現在快要一分多鐘了還還在40 40多血 OK 加油喔 喔 沒打贏他不會噴欸 因為我覺得我們第一次應該是 差一點成功然後我們是失敗的 所以他才沒噴薑餅人 然後我們第二次是成功然後噴15個這樣子 所以剛剛那個 綠谷看到我們打不贏才馬上走 三死欸OK嗎 加油啊 30條 火硬欸 那個倒數秒數不要追上我們 拜託 我好怕喔 25啊快快快要沒有時間了 完了完了我覺得 我覺得怕沒贏啊 尷尬了 哇完了GG 這也太難了吧 太硬了吧我覺得 這沒有很簡單欸 這打不贏啊 這打不贏好像就拿不到獎勵了 OMG 學人劇也太強了吧 而且剛剛我看外面好像也沒有地方給你選擇那個難度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去哪裡填 戰鬥結束了好不好 剛別人數量0 GG 戰鬥失敗 欸很難欸我的天啊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個我自己家在打好不好這個基本上要刷一下戰力那個應該要找人倒還蠻久的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這個學人大作戰然後這個學人大作戰的話基本上他是可以拿到我們那個薑餅人的那薑餅人的話你基本上就可以在我們薑餅屋這邊來抽到我們的 挖吹的東西啦所以大概每天把握一下我們的那個 薑餅人啊跟我們就是美日頂人的東西應該就可以慢慢把挖吹給他抽出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喔那 他現在都挑戰了多少等級的那個學人呢你們用什麼角色來打呢那 打比較高等級的學人有沒有掉比較多薑餅人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一起討論一下囉好不好 那麼繼續玩到這邊啦我只是影片再見囉大家掰掰